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程赶来的参观者摩肩接种 这的确是个热闹的产业 过去五年我国机器人市场 平均增长率接近30% 2018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达87.4亿美元 约占全球三分之一 但热闹背后 也有一些刺眼的冷数据 比如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但70%以上市场份额 被外资机器人占据 在国内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背景下 2017年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 却比上一年缩水5.9% 被外资抢去的蛋糕 中国电子学会刚刚发布的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 2018年 趁国产机器人在关键技术突破 与多元化应用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部分领域已达国际领先 国产机器人在很多方面已经做得很好 但总体上还有差距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 赵杰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国产服务机器人与国外起步时间相当 赢得较多发展机会 而在目前占市场主流的工业机器人领域 国内起步晚 差距比较明显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艾佳瑞 在大会演讲中称 机器人产业在中国只有10到15年历史 过去大多数机器人即数由跨国企业供应 国产机器人只占不到5%的份额 从市场份额不及5%到2017年 工业机器人占比26.8% 国产机器人已然取得重要进展 但随着中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飞速增长 守着蛋糕的国产机器人 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竞争 仍以工业机器人为例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崔道奎介绍 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14.1万台 其中 国产机器人销售3.78万台 同比增长29.8% 而外资机器人销售10.3万台 同比增速高达71.9% 这表明 外资机器人正加速占领中国市场 国产机器人的供需矛盾原因 还得从自身找起 赵杰认为 最关键的问题是 国产机器人性能与国内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矛盾 目前很多国产机器人 只能应用在对机器人性能要求不太高的领域 而中高端市场对机器人性能要求严格 赵杰分析 目前国产工业机器人市场份额不到30% 升于超过70%的份额 大多是中高端市场 也正是被外资机器人占领的市场 艾加瑞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中国目前有800多家机器人公司 但大多数公司的重点是做系统集成 没有自己的产品原型 也没有非常复杂的产品解决方案 艾加瑞称 目前中国只是有不到1%的工业机器人专利 市场份额也主要集中在低端市场 现在国产机器人行业存在一个怪圈 就是买什么什么贵 卖什么什么便宜 赵杰说 在引进国外技术时 对方抬高价格 销售产品时 又陷入价格战 他认为 国产机器人急需 走出低水平重复的局面 瞄准中高端市场 未来5年将大浪逃杀 现在中国机器人企业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生产出更为精密复杂的机器人 艾加瑞直言 这些年国产机器人行业 一直在提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生产 但赵杰说 不能简单认为 核心零部件取得突破 国产机器人产业 就会得到快速发展 推动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需要从基础前沿技术 共性关键技术 核心部件 核心软件 核心器件 应用工艺及系统解决方案等多个方面全面突破 而且需要多个方面协同发展 赵杰说 赵杰预测 未来五年国内机器人市场将大浪淘杀 将有一批机器人企业被淘汰 反过来讲 那些幸存者将迎来更为良心的发展环境 赵杰预测 未来到处理 起源 明天了 写上 没有尽在开心 下集身的发展力 从情人体中处理 小类碍 曾今早起开心的发展 你 something下集中 既下集中 三叶岁 三叶岁 鱼咱 三叶岁 light叶岁 本来叶岁 河亡 黄阿盾